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王立先生的古音系统和古音构影 首先 我最后再讲呢 汉语的这个呀 研究音源呢 有它的有力的一画面 那就是什么呢 我们汉语有几千年不间断的这个文字资料 这种文字资料 从加古文去到现在起码三千多年嘛 这三千多年 我们这个文型资料是没有简单的嘛 这对我们研究汉语的历史音乐 那当然是一个最宝贵的材料 我们最强的这一画面 但是另一画面呢 又出现一个问题 汉字是什么呢 汉字不是标音的文字 是所谓意音文字或者是表意文字 它的相形只是会议也好 行声也好 它都只是一种起标音的作用 而不能真正表应 你根据这个文字 你根据这个文字 你没有办法 直到它那个时期 新城时期 它到的是表什么音的 因此这是 要经过到了汉代以后 东汉以后 这个古今的语言差别越来越大 到了这个时候啊 那你就得通过很长的研究才来 因此到六朝时期啊 这个 你们就发现这个 读诗经的话呀 就不遥远了 是不是啊 那连关机是不是 就开始又不遥远了 嗯 称字现在 左右 流字 流字 求字 彩字 有字 彩有 到了这个时候 六朝的时候 人家运动的彩有 相差很远了呢 因此这些曲线了什么呢 就是学的 邪音 就变成了 这是 所谓学音呢 就是临时要这个彩啊 有啊 有 印 临时改变一个头发 我这个里面举了一个 是不是举了那个 那个 那个蓝跟铃吧 鸭吧 蓝 我们现在是 岸呢 铃是银呢 是 是差怎样远呢 湯头到了 到了 日朝的时候 椰子 也不遥远了 那就是这个地方呢 灵 这个就要来 学它一个 就是 蓝啊 要念 奶灵法 奶灵是 那就念什么 灵啊 它这个呀 就是这个呀 两个石 这个灵石要改变一个头发 来跟这个 下面的 灵呢 鸭呢 牙蕴 这是邪音修 然后到 唐朝 到宋朝 这都是 在这个邪音修的 来 都是 一等大学 古代呀 这个呀 要 两个呀 有一个 一步遥远的 这个要临时改叨 某个 某个音 是因此呢 圣代的这个 无语呢 就根据 学院学呢 就 搞了个 毛巣 补音 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呢 王姓胜 对 圣代 包括 王姓胜 他们那一辈人 对圣代 无语 这些人 的这个 这个 这个 毛巣补音呢 这些那个 都是 评价是 比较低的 但是 从 八十年来起 我们有的人 写什么 语音学史啊 写什么文章的时候啊 他为了 能够 跟情人不一样 取得心 他就要 尽量去挖这个 无语的 他的 好 好在哪里 这个呢 当然跟 跟 跟美洲林和 潘武元混争 这些人呢 不一样 他总算是在那里 找这个 无语他的 他的 区里面的 还有可取之趣 是 找他的 小的好去 但是 他的大的 方向 无语 他的 整的来说 他还是 一点呢 对这个 古经音不同呢 他没有搞清楚 因此 运步也好 这个正强的 古运病也好 正强的古运病呢 把这个古运呢 归病成为六部 那就是扬声三部 扬声三部 扬声三部就是 一个是 那 那 全部都 一部 以后呢 可可 又一部 这不是 太简单了吗 哪有这样的一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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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呢 就是 也是 成六朝的那个 古人运环 运环是什么意思呢 是运宽 那 要得扎一宽 就是 归层六部 你来把它 放到世界里面去 它还是 会有趣运的 因为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是 古经的 变化呀 不是 都是平行的 发展的 它是交错的 因此一次到 清代 而到明摩 成地 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是 古经呢 这个 古经呢 这个 因是有 区别的 呃 成地的这个是 呃 明秋的体系呢 却 始有古经 地有南北 字有更改 因有卷移 一事 所彼此 那就是 这个历史是滑展的 古经是不同的 地方的南北也有不同 南北的声音也有不同 这个 那种 字呢 也有变化 有更改 这个音呢 也会有 卷移的地方 所以呢 也必须根据 根据 历史 根据 方言 根据整个实地的 观音 根据这有系统的 观音 来考察的 古音 这个采成理论上 来为研究古音呢 这个 掃清了一个道路 那么 古音武呢 应该学 古音学 古音 古音 研究的定解 应该学就是古音 古音武做英雄武虚 做英雄武虚 它最大的那个呢 就是什么呢 首先是所谓 做英雄武虚 它首先是 能离歇唐韵 这是它的一个律底 所谓离歇唐韵 是什么呢 就是能够把唐代的韵 也就是能够把全力系统 把广韵的那个 来 把它 分开 也就是 比喻 唐韵 也就是现在我们广韵了 武之韵 是吧 东东正将 知知知为 东东正将 第五个呢 就是知 就是这个知乎的知 这个武之韵呢 的知呢 在唐代史 在唐代史 武之韵有这样到处 他把它分成两半 一批为二 就把这个唐韵 把它分开来嘛 分开来的人呢 把它一部分 一半就归于 一半就归于了谷运的 一半就归于了谷运的 嗯 嗯 这是 一些的那个 同时呢 这一来的话呢 那就是说呢 上古的几个步 的字 又可以 承识到 尊古的唐韵的 一个院里面 这不就是交叉了吗 这样子呢 顾运无论 当然 这就是从历史 从系统的角度来来搞 他印的材料是什么呢 他首先是根据诗经遥运 是吧 根据以诗经遥运文句 以权经 其他的经绪或者丑词啊 或者是什么 这个佐倩啊 老子啊 这些 译经啊 这些里面的 运文部分 为辅助 主要的是以诗经遥运作 做他的研究来搞 因此 他 就把这些 他们的牙运 把它 把运字 都把它 细连起来 细连起来 就把这个 先前的运步呢 考虑呢 分成了十步 他这个十步的时候呢 还是根据这个 广运的这个 东东 真将 之之之为 于我呀 根据这个 他的这个 广运的 这个 二百零六运啊 在这个刺激来混沌 第一步 二步 三步 四步 五步 六步 七步 八步 九步 一直到十步 实际上 在 故隐 来 研究这个 古运的时候 古运的时候 他是 三个方面都考虑 首先当然就是 离歇唐运嘛 离歇唐运就是 广运摆在那里了嘛 一个古运步 然后 这个世界里面 牙运的 到 广运里面 会归到哪 哪些里面去 他老子里面 哦 这个 《观观企绣》在虎兹州 《鸟桃宋云》 《君子豪角》 周 《囚》 在广运里面 是哪一个 哪一个运 你看 诶 这没有问题 这样说 所以他是 这个 《观观企绣》在虎兹州 这是 幽运 幽运吧 这样 幽运 以后他一归呢 归到可能是 第几步啊 那是 很厚了 七步 六七步吧 这样子归了 同时呢 他 他 看这些的时候 他也观察了 这个诸 他的现实是什么 但是他没有 直接提到现实 他就是 讲了这个外面的 但是他没有把它 归结成为一条 归例 但是整的那些 他英雄武术啊 他 把这个 首先把这个 上古的十步 先划出了十步 以后 接下来呢 是江远 江远 就从他这个十步里面 他就在那个呢 是 归去了 分去了三步 古运那种 分成了 十三步 十三步呢 这个呀 从哪个里面 分去了哪个呀 我这个 这个上面都 都讲了 就 分去了三 多分去了三步 另外呢 还有一个呢 他把玉生运呢 把玉生运啊 和那个 那个玉生啊 又分成八步 八步是 这个呀 多瓶 多瓶更运玉 是这样子一个距离 把玉生运呢 他又有一点分开来 之所以就学的 后人呢 就学 顾引武 是考古派 完全是根据 诗经 全经 押韵 来考察的 而 这个 江远呢 就考虑到这个玉生 考虑到 后来的这个呀 语音的结构的那个 把玉生呢 另外那个 就是一般呢 把江远看成是 省音派的 第一个 接下来是 大家一般就是 讲的是 邓玉才了 邓玉才 六序音源表 六序音源表 就是那个 现在的序里面 都是放在那个 学王家之 句 这后面 一小 我没有 没有算上 倒不了两三万字吧 它六序音源表 这个六序音源表呢 就是根据 学生 根据这个 把这个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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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表 还有 那个 反正 这六步呢 它分成17步 戴政呢,戴政是邓玉才的老师,但是戴政搞的,他做修文,戴政是晚派,是全家修派里面的晚派,是成绩最大的一个歪。 另外,戴政所揭露的修学面,他不只是小学,他很多画面都,甚至天文地理这些东西他都涉及到了。 因此他到晚年才来搞古音。 他搞古音的时候,就把古音分为九类二十五,九类二十五,他这个九类二十五,首先接受了邓玉才的这三部分开来,接受了这个。 然后呢,又还保留了江远的,江远没有封,邓玉才把他封出来,邓玉才封出来这两部呢,他没有去送邓玉才的意见,他还是遵守他老师江远的事情。 这样子呢,这样子呢,他最大的一个那个呢,他就是把江远的预生,他完全独立成部。 所以他这一下呀,所以他这一下变成了二十五部,那二十五部多出来的是什么呢? 是多出来的预生部,他如果要从邓玉才来说呢,他比邓玉才少了两部呢? 这鹰养养玉三分,是他最大的,是省鹰,从玉生跟养生的呢,三分还是两分,这是他最大的一个更选。 因此这三分,这就是从省鹰的角度来,既考古又省鹰,以后到啃广僧,就把他又交出了个阴阳对决。 这个啃广僧,我在这个搞出上原来没写。 后来是柳公瑶提一件,说你把啃广僧呢,完全把他提出去,不妥卒,不妥卒,那么呢,我把他加两句话。 啃广僧呢,错就错在,上古没有预生,完全没有预生,那是根据他的谎言来说的。 他的,他的成绩呢,就是把带政的,这个营养玉三生呢,正式地提出了,营养对决。 这是他的成绩。 那么最后是,王燕胜将要告。 这两个,这两逾画的那个提到了,这是他们两位都是混成21部,22部。 他们的这个呀 当然是后期卷经 到了江友告王运生 他们两个人的古英昏布 到了他们手里 在清代的古英修代来过 那已经是到了这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